結束日都是12月30號 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呢 我第一年在這裡 這是第二年 這是第三年 好 那我剛剛寫的時候我就不管 我這邊就算完了 接下來我的 這邊算一年 一年 一年 我剛剛 現在寫法是這樣 那另外一種算法呢 就是假設我都是一半 好 所以第一年 我第一年呢 是不是400萬 乘上25% 所以第一年是100萬的折就費用 好 這邊50萬 這邊50萬 好 那課本上面呢 就是我現在算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第二年的這個 差2年的1月1號到 差1年的1月1號到 差1年的6月30號 50萬 差1年的6月30 7月1號到 差1年的12月30號 就另外一個算法 好 所以400萬 我們看 減掉 第一年 我提了 折就100萬 乘上25% 乘上1分之1 好 這邊也是乘上2分之1 因為半年 好 所以呢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 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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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水 好 所以呢 他這邊 這邊的寫法就是這樣 這邊50萬 這邊也50萬 好 然後下半年呢 就是這個地方了 好 這個地方呢 我算一下 400萬 減掉100萬 乘點25 所以是75萬 一半 37萬5千 這邊是37萬5千 這邊也是37萬5千 好 到X2年年底了 就這樣 所以呢 如果這樣看的話 這一段時間 我的折就費用 累計折就費用 100萬加上75萬 所以是175萬 應該跟課本就一樣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是不是 累計折就 所以第一年的折就費用 就這一段 X1年的折就費用 就這一段 X2年的折就費用 就這一段 X2年的折就費用 所以是不是跟他一樣 好 你可以看一下 他X1年 X0年的折就費用 50萬 X1年的折就費用 87萬5千 好 X2年的 X2年的 六月三下的帳面價值 是不是400萬 減掉 175萬 所以呢 他的帳面價值是 22萬5千 對不對 所以 他只是 用不同的折就方法去算 他這種算法 就跟年數合計法的算法 是一樣的 那我可以買 我原來上面寫的那種是 也是一種 當我備數一個地檢法 或定律地檢法 你在年度當中取得 另外一種算法 我就是第一年是不滿一年 往後的我都是不分割了 這個算法就每一年都是分割 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比較平衡是上面那種算法 就比較簡單 好 所以考試的時候 我會注意給答案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考這樣的一個題目 我可能要給兩個答案 到時候你們怎麼學 寫都可以 好 課本上面的解答 他的折就票是這樣算的 另外一種 備數的地檢法 或定律地檢法 他如果在年度當中取得 他的折就票是這樣算的 這樣算也可以 這兩種都可以 但是你要記得喔 年數合計法的時候 你怎麼會有這種方法 美女都要切根 好 年數合計法 年數合計法 好 繼續我們的年數的計法 好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待會兒不講 那個折就方法的計算 因為就課文裡面的折就方法 跟我們之前講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方法 好 好 這樣理解了嗎 好 只差這個地方而已 其他應該就沒什麼時候了 其他呢就 跟前面的算法一樣的 好 好 不用算到晚吧 因為你們接下來往下算就回來了 一樣的處理方式吧 只是折就 折就的金額不一樣而已 所以你一個 帳念價值就不一樣 那如果是不具有上意識值 一樣不承認損益 那就是你帳念價值 像這個例子 簽商他的貢獻心金 當作販戶資產的貢獻金額 好 這是交換 資產交換合作的例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很快看一下那個 折就方法呢 我帶大家看過就好了 在298頁 好 折就是一種成本的分攤 好 那你看看呢 折就的觀念就是 除了土地之外 258页折救乃成本的分担租土地之外 各項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服務潛能 均因資產的使用或時間的經過而降低 好 那這個快進就是以折救 來反應這個資產服務潛能降低 好 那就是有什麼 在它的提供服務的期間 做合理而有系統的分担 所以它的分路都是借折救 大概已經折救是固定的 那在折救的費用的歸屬 那當然是折救費用 好 這個如果你是跟生產有關係的 那當然都是什麼 製造費用的一項 這個跟成本快進是有關係的 那但是製造費用的一項的話 就是你的製造成本 就會是存貨成本之一 那如果你是管理部門 或者是營業部門的折救 那都算是什麼 營業費用 好 這個可以注意一下 那再來呢 我們的折救金額的計算 就是成本減掉殘值 得到叫做可折救金額 也就是說你提的折救金額最多就是這樣子 你的帳面價值永遠不能低於殘值 好 也就是說你要 就像我們的那個這樣 備出於的地間法或地利地間法 我計算則就是說都不考慮殘值 但是你要記得我永遠都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我的帳面價值永遠大於最多等於殘值 它絕對不能小於殘值 不能 好 所以雖然備出於地間法或年數 備出於地間法或者是地利地間法 我在計算折救金額會不會說不考慮殘值 因為我是帳面價值不承諾我的折救率 但是永遠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的可折救基礎呢 是成本減掉估計殘值 就是我最多可以提液的折救跟金額 然後再來後面就是因為服務數量 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所謂的活動量或者產量 或者是經濟實質 應該說物質年限跟經濟年限來決定 這些你自己看一看 這是我們書館裡頭提過的 方法有生產數量法 直線法 地檢法 地檢法有分成我們剛剛看到的 電力地檢法 倍數的地檢法 倍數可以1.5倍 2倍 3倍都可以 好 然後再來還有個什麼 年數和計法都算是地檢法的折救方法 所以視力實 請你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呢 折救方法的 折救的特殊的問題 第一個 其中取得 請你看一下304頁 如果你在年數當中取得 你的會計政策 除了會計折救方法的計算之外 折救的會計政策有好幾個面向 第一個 你的折救方法的決定 就是你的會計政策 第二個會計政策呢 尤其對於是在年度其中取得 我的會計政策和折救的提列的時間的判斷 可以有很多種 一個 我如果以半年為基礎 就是假設我的年度結束日是12月31號 所以我有折救方法的計算是 要嘛我就是提一整年的 要嘛我就都不提 如果我在6月30號之前買 我就提一整年的折救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換言之你在7月1號才買到的資產 當年度都不提列折救 就是以年為單位也可以 那另外一種呢 我覺得這樣子來判斷呢 可能落差太大了 好 那我就是1月份 如果呢 我在年度當中 譬如說 我是在3月份買到的 我3月份那一整個月完全不算折救 我從4月1號開始算 好 那另外一種也可以說 好 我3月1號買 我3月份買到過 不管3月哪一天 我是從3月份開始算 也可以 好 那另外一種是 我用到月日來看 如果我3月15號以後買到的 我3月份那個月都不算折救 如果3月15號之前買到的 我3月份算一整個月的折救 好 最後面呢 315月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在年期中取得的話 好 所以他說有四種政策 第一種是其中取得 與取得年度一律提列半年的折救 好 除分年度也是一樣 好 取得年度跟除分年度 都是半年的折救 另外一個呢 是取得年度 一律提列一整年的折救 除分年度都不提列折救 好 好 那再來呢 是第四個是 前半年取得呢 資產提列全年度的折救 後半年取得的資產 就是當年度就不提列折救 第四種呢 是以月為單位 好 那一取得 取得年度一使用的月數 佔全年的比例來提列折救 所以我們這幾個都可以 好 那這個是你的時間 怎麼去選擇 怎麼判斷 尤其其中的 好 那生產數量法 直線法 定律 地檢法呢 你看一看它怎麼規定好了 那施例十二就對於這三種折救方法 它的其中取得的折救費用的計算 好 那你可以看年度和計法是最麻煩的 因為它一定什麼 一定要分 好 譬如說它是十月要取得的 所以它一定要分成前三個月跟後九個月 好的折救費用的計算 那如果雙倍 好 這個是雙倍的地檢法 就是我剛剛所謂的倍數語言地檢法 你可以1.5倍 可以2倍 可以3倍 好 那這邊是雙倍 不是2的 好 2倍 好 那它的折救費用的計算 好 譬如說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307頁 它的算法就跟我什麼 跟我上面寫的是一樣的咯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是10月1號拿到的 所以你看差五年呢 我是帳面價值26萬乘上 因為你的倍數呢 它是可以用5年 所以是5分之2 所以40% 然後第一年呢 是5分 這個 12分之3 只有3個月 那第二年開始呢 我第二年的賬面價值 就是26萬減掉 第一年提列的折救是26000 所以第二年我的賬面價值 234000升到40% 它就沒有去分了 這樣看懂嗎 所以它的寫法就跟我這邊上面的寫法是一樣的 我只有第一年 其中取得只層面三個月 往後我就不管了 好 所以課本上307頁的寫法 就跟我這邊寫法是一樣的 好 那習題呢 略形題的第三題的寫法就是下面 它就跟年數和計法一樣都分斷 就這樣而已 好 再來看一下估計變動 有一點嗎 沒有 好 估計變動 基本上呢 我的估計 我們剛剛講我提列則只有三個數字 下一個方法 三個數字除了成本是確定之外 其他的殘值跟耐用哪些都估計來的 所以這兩個如果發生變動 我們叫做估計變動 或者估計改變 那估計改變 我們的快計出現方式不做既往 所以我發現變動那年 那個時間點重新去計算 去計算當年就應該提列的折就變動 我不要去追溯以前 應該提列多少 好 亡者提議 對 不追溯的意思是亡者提議啦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破了吧 好 那我們從現在改變的 重新去計算 依現在的條件之下 應該提列的折就變動多少 所以殘值 那樣年限改變 都叫估計變動 那我的折就方法的改變 也是估計變動 好 以前我認為直線法是可以做合理的成本分開 後來發現像汽車 新車不用什麼維修 但是經過了四年之後 這個車子的維修會有很多方法的增加了 所以我覺得像車子的折就方法 如果我要合理的分攤 使用這個資產的當中的成本都一樣的話 那我汽車應該是採取連續合計法 或者是備數儀的遞減法 總之它比較適合用的是遞減法 因為遞減法就是我的折就費用 一開始比較多 然後越來越少 那因為我的車子是新車維修比較少 但是經過了三年 四年 五年之後 它的維修分度越來越高 所以整個維修費用加折就費用 加起來的話就是這個車子的 耐油連線當中你的成本分攤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原來用直線 後來經過了兩年之後 我發現車子的維修會有逐年增加的傾向 所以我決定把它改為遞減法 就是一開始折就費用比較多 然後越比越少 這種折就方法的改變也叫估計變動 所有叫做估計變動都不所謂 好 所以你要去做 先去理解一下 這個改變是什麼樣子的改變 如果是純粹是估計變動 那你就從變動那一年度 根據它的變動出來 是厚得起那個變動的地方 重新去計算當年要做的折就費用 這個叫做估計變動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事例13好了 好 事例13我們看一下 因為到時候估計變動 或者是我們的會計錯誤 折就錯誤也是我們必好的一個 或者是常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好 事例13呢 三百零企業 差三年一月一號買進機器 一百八十萬 十年沒有參職直線法 然後第一個 假設差五年年底調整後 重新評估 好 那個決定將機器的折就方法 改為年數和計法 然後估計的耐用年限不變 好 要做差六年的折就費用 它告知於是 這個例子是告知於差五年度調整之後 也就是說做完折就的調整之後 然後發現 重新去評估 好 然後呢 決定把它的折就方法改為年數和計法 然後耐用年限不變 好 那第一個 我們怎麼去計算差六年度的折就費用 好 我是差三年的一月一號買的嘛 對不對 好 差三年一月一號買 一百八十萬 十年沒有參職 好 差三年的一月一號買進來 所以一百八十萬除以十 沒有參職 好 所以我每一年提的折就費用 一百八萬 好 所以我差三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號 到差五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號 一共提的折就費用是三年 所以我提的是五十四萬 好 那差六年 我把它提便折就怎麼算 差六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決定把它改為 差五年底以後就決定了 改為年數和計法 那用年限不變 好 那我現在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一百八十萬 減掉五十四萬的累計折就 差五年底 我提列折就之後的帳面價值 是一百八萬 減掉五十四萬 好 那接下來我要改為年數和計法 這是我的帳面價值 那要告訴你呢 我沒有產值 因為年數和計法要解殘值 它殘值是零不變 然後它們那用年限呢 不變 本來十年 差三年是十年 我到了差五年之後 只剩下七年 好 所以你知道嗎 年數和計法是什麼 是七 然後呢 二分之N N是七 加上N加一 所以我的分母這邊是二十八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一百八十萬 減掉我是四萬 好 除二十八分之七 就除以四了 好 所以呢 差六年的折就費用是三十一萬五千 是不是 就這樣子 好 因為我差五年調整之後 從差六年開始啊 好 然後呢 第二個小提是 機器 機器還可以用六年 沒有殘值 所以第一種情形是這樣子 好 第二種情形 我一樣一百八十萬 減掉五十四萬 好 那現在呢 它的帳面價值 然後產子一樣設立什麼 那我差五年底調整之後 估計從差五年來還有六年 欸 換言之 以前全部這個只能用九年而已 可是前面呢 我用十分之一 我前面已經用十分之一算了 我們什麼 王者一億 所以我現在只剩呢 從差六年開始 去算六分之一 因為只剩下六年 然後我折就方法不變 好 所以是一百八十萬 減掉五十四萬 除六 所以是二十一萬 好 我 如果第二種情形 我的年限改變了 那我的每年提的則就費用了 就是二十萬 好 所以這是三百零磅頁 好 這個是估計電動 這是課本上面都有的 好 例子 那我看一下 如果快起發生錯誤了 好 我們把這邊講完了 我們就可以發考篇 好 有人來得剛剛好 同學要來拿考篇 好 後面幾個同學 這四五年都有看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事例十四了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要怎麼做 插七年中發現 插六年初 購入機器成本二十五萬 但是呢 我買這二十五萬的時候呢 物以為是維修費用入帳 這個機器可以用五年 全值是一萬 採用年書而進化不列折就 然後不考慮折就費用 不考慮所得稅 然後請做 插七年度應該有的 更正本二 好 你去想想看 插六年的時候呢 我買進來這個成本 好 機器二十五萬 但是我以為是維修費用 好 所以呢 上個年度的維修費用是不是多了 那上個年度的維修費用多了 那因為他們又把它當做資產 所以它也沒有提點折修 對不對 插六年的時候 但是這些費用都是什麼 上個年度 插六年度結束的時候 就已經什麼 維修費總 調整到保留名義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焦蜜跟鸡跟鸡跟鸡